这是诺基亚唯一一部内置微型机械硬盘的手机 它就是2005年发布的手机诺基亚N91 外包装看起来花丽胡哨 首先是手机的驱动光盘 然后是极为先进的可拆卸式电池 这应该是手机自带的充电底座 这是极为先进的3.5毫米耳机 这是耳机的控制器 可以实现音量控制 切换歌曲和接打电话 这是手机连接电脑的数据线 这是外板的充电器 这是手机的使用说明书 这就是硬盘神机诺基亚N91了 机身整体大部分采用了不锈钢的材料 拿在手上非常沉 前面板上设计了专属的音乐按键 整机除了正面板 其他地方的按键布局以及功能 和其他N系列基本相同 背面采用了两段式设计 上半部分搭载了一颗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支持8倍数码变焦 下滑音乐按键区域 就是手机的九宫格按键 我们放上电池来看一下当年的硬盘神机吧 熟悉的开机声音 熟悉的界面回不去的青春记忆 诺基N91真正意义上的黑科技 是内置的菲利普0.85寸微型机械硬盘 在当初那可是炸裂般的存在 但缺点是 让N91变成了史上最不耐摔的手机 摔的基本上是避坏 此外机械硬盘1.5W左右的功耗 大大缩短了手机的待机时间 尤其是听音乐看小电影的时候 硬盘一直运行 续航表现直接拉跨 这颗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成像还可以 在当年属中上水准 如果N91把内置机械硬盘换为闪存芯片或储存卡扩展 或许表现会更加好 但那还是N91吗 大家不都是因为微型机械硬盘才记住的N91吗 你用过诺基RN91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